青春熱血的臺灣家子園 黑豹期高中棒球賽 在天母棒球場盛大開幕 賽事邁入第七年 一共吸引了208支高中球隊 共襄勝劇寫下歷史新高 近期臺灣棒球在國際賽場上 不斷傳出佳績 教育部長潘文中也特別歸功於 基層棒球的穩固扎根與努力 天母球場來展開 那這一些都是我們一直在培養 國家棒球選手或推動棒球運動 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像今天宣示的代表陳柏宜選手 事實上就是U18以及 亞錦賽國家的代表隊 非常傑出的選手 他也是黑豹期一直以來 所培養出來的優秀選手 在開幕式之後的首場比賽 是由衛冕冠軍古堡家鄉 交手飛鶴班球隊嵩山公農 第一場比賽就遇上 實力強勁的大魔王 嵩山公農的球員 也明白自己勝算不高 但仍會立球表現 有 現在就是平日也會練球 然後就會去打幾場 打比較快的球 安打 安打打出來就好 這個機會很難得 跟他們打就是我們的榮幸 所以大家平常心就好 就把平常練習的東西拿出來就好 沒有錯 不管比賽結果 如果如何盡全力拼佔 不留遺憾就對了 相信過程中的點點滴滴 都會成為美好的 請全熱血回憶 YQ新聞採訪報導